像你記得我們在Photoshop裡面有做過嗎? 文字它也有變形 那麼在以達瑞德也有 也有 那它在哪裡呢? 在特效這邊 有沒有叫彎曲 有看到這些呢? 這些其實你就 你點進去你就會發現說 長得跟Photoshop真的一模一樣 所以應該就不用講太多 有沒有 Photoshop應該還有印象有看過這個嘛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打開有沒有 就上去了 好 那這裡面的話看你要什麼形狀 所以平常其實我們像這樣在做的話也是OK 就是有時候文字你搭配一些那個什麼 彎曲的效果 那這樣會讓它看起來比較活潑一點 會讓它看起來比較活潑 好確定 那你確定之後如果你想要再看到它 你可以 因為我們昨天有沒有用過特效裡面風格化 製作陰影 你看以前像以拉錘的要做箭頭也是怎樣 屬於特效 它以前要做箭頭也是屬於特效 但是只是說現在 我們有特別針對箭頭的符號啦 所以當然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可以直接拿來用 好 那如果你要看到它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那個什麼 一個叫外觀 有沒有 在這邊 是不是有看到 點兩下 你就可以再打開 重新來編輯它 好 那這個就是彎曲的一個特效的部分 先很單純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個像這樣 稍微把它彎曲OK的 這個字型沒有就差很多了 這樣OK嗎 你先試看看這個很簡單的 好呢